好,刚刚已经教大家怎么样去正确的挥拍的这个方式 好,接下来就是一个加仓环节 这个加仓环节主要就是辅助训练 就是让你们找到这一个发力的感觉 然后让你们可以找到这个用上身体的发力的感觉 好,第一个这个训练,那就是扔球 这个扔球是每一个想要打好羽毛球 必经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小孩培训机构 都会利用这个扔球去加强小孩的这个发力上的感觉 这个扔球也是有讲究的 它不只是就像我们扔东西这么扔 它和挥拍的这个方式类似 所以我现在就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有这个条件的话也可以跟着一起做 首先是这一个球 我们就用手指这样握着 这里有个空间 我们不要握死了 再来就是和挥拍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先说第一种方式分解先 然后就是 一 右脚一样打开 蓄力准备 弓背 一 视线看来球方向 二 左手往上往前 带动身体 转正 然后 三 小臂手腕加速 发力 然后四 微微收复 所以这一些就是可以利用这个扔球 去找到这个发力的感觉 所以接下来就是第二种方式 那就是只有一和二衔接起来 那就是一 一一样 右脚趋力准备 弓背 然后二的同时 要找到这个小臂 往上往前带动身体转正的感觉 所以先接起来了 二 那整体就是一 二 然后我们的这一个第一种方式 和第二种方式已经完成了 然后也可以配合就是刚刚我说的 这个扎球的时候 这个左手 小臂就要开始 往上往前再往下带动身体转正 好 也可以进行这一个扔球 反正他们的这个道理原理是一样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扔球的时候 我们尽量扔出去的球要稍微有个弧度 不能扔了太平或者是直接往下 然后又有些人问 我现在是想要学杀球 我不是应该往下扔吗 不对的 我们学扔球没有直接这样往下扔 因为你这样的话会造成你后期 你会养成一个低的击球点 你的胳膊走 或者是你挥拍 这个手全部走 不会抬起来 所以我们不会这样学扔球 我们扔球都是往上扔 主要是要找到这一个走 还有这一个小臂手腕 加速发力的感觉 好 第一种的这个扔球训练 我建议大家每一周两到三次 这个可以在家或者是在球馆都可以 每一周两到三次 每一次我们可以扔15到20个球为一组 然后每一次可以做个5到8组 这样你们坚持一段时间 你们会找到这个全身发力的感觉 好 第二种训练方式 看似很简单 其实也是挺累的 那就是固定架拍 就这一个动作 好 注意 架拍动作 然后最关键就是这个一样 眼睛看来球方向 然后弯腰 蓄力准备 这个右脚 膝盖围曲 脚后跟垫起来 就这一个动作 什么也不用干 就这样 一直盯着 来球方向 一直这样准备 这个主要是练你们的架拍的稳定性 然后让你们这个架拍 移动起来的时候 不会摇摇晃晃 就这样一直准备 所以有些球友一动起来的时候 全身就在晃 就一直这样准备 这一个训练是特别简单 特别有效 然后也是很累 就是一个架拍 练你们稳定性 这一个动作 三到五分钟之后 再停下来 就保持一个 这一个架拍的动作 三到五分钟为一组 坚持个三到四组 每一次 那你们后边 也是会见到你们的 这一个架拍的 稳定性的这个效果 好 这个也是第二种辅助训练 第三种辅助训练 也是扔球训练 可是这一个人球训练和刚刚第一个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个辅助训练可以让你们更好的感受到腰的拉弓 然后发力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我刚刚做了这个辅助训练是可以让你们更好的感受到这个腰 然后腹发力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一起的同时 要类似架拍的感觉 然后尽量我们起高点 然后直接往前往上的 然后让你们加强这个腰的这个力量 因为后期我们如果说学到一定阶段的话 对这个腰和腹的力量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们会肿用它 这一些就是辅助训练 这三种辅助训练你们可以来回的去做 然后你们坚持一个月以上就会见到效果 这三种训练方式居家的时候也能练 不用飞得到球馆 因为在中国的这个房子房顶比较低一点 会练灰拍的时候 有些球友就会 这个走没有办法抢最高点去灰 然后变成这样灰 大家记得了 如果说房顶不是很高 情况下你们走没有抢高点去打 变成你们这样灰习惯了 以后也是会形成你们的肌肉记忆 所以在居家的时候 练这个挥拍练习 我建议可以到球馆练 我们就到球馆练 不能在球馆练 我们就在楼道里找个这个房顶也好 或者是这个空间比较大的地方 去练习这个挥拍动作 因为如果说你一旦挥错了之后 慢慢你的肌球点也是会靠低 然后这三个辅助训练 主要就让你们加强 这个挥拍和架拍上面的 这个发力的感觉和动作 好 加仓环绝 到此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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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